大家看现在这个房地合一税似乎是刻定了 但是呢似乎定掉了有所谓的三部条款 也就是说农地农舍还有自用住宅和长期持有都不适用 但是专家就质疑了 这些排除条款一旦真的实行呢 投资客恐怕就有漏洞会钻 房子一栋接着一栋倒 就怕房地产市场像这样崩盘 房地合一税刻定了 被建商形容成有如灾难 华夏的产品的话 那这种所谓投机型房地求一的一个交易 它可能未来的税付会比过去多大一倍以上 实际算一下 2000万的房子如果以3000万卖出 扣掉成本300万等于获利700万 一线型的房地分离课税 房地比2比8 700万乘以20% 再乘上所得税率40% 大概只要缴56万元 但如果房地合一实行后 700万不分拆直接乘以所得税率40% 就要缴280万的税 整整多了百万元 对政府的打房政策还是没信心 因为实行起来难度看似还很高 那如果说今天农社要排除的话 我就不知道说这个财政部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这两个部分倒是很好炒的地方 我相信全国的投资客 都会往这两个地方去发展 新政院定调的改革方向 包含三部条款 包括只有一户房屋的自用住宅 或有两三栋房屋以上 但长期持有没有用来买卖套利 以及农民持有的农地农社 都被排除在外 不是用房地合一税 以后这些人高登陆报告了 他们现在在偷销了 因为未来实加科税 因为我当初已经登记高了 所以我现在怎么卖都是赔售 据例来说 以一千万买到的房 却在实加登陆上以一千三百万报告 未来一千两百万出售的话 实际赚了两百万 但登陆上却是赔了一百万 没有获利就不用科税 自然能避税 而不登陆的话 也只被罚三到十五万元 可能有心投机的人 他们会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转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虽然可以达到一个 所谓作罪正义的效果 但是某一种程度上面 可能也必须要做好防备的措施 政府积极打防 想消除民怨 但看在专家眼中漏洞百出 要怎么排除正义 还有一大段路 东森 蔡英雄 派出陈文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